大 大人 不要啊 芷太青狂害 见李云霄伸出手来 猛地化作一道流光顿走 但哪里逃得掉 直接被一股力量定格在空中 身体四肢完全无法动弹 李云霄的神识 瞬间破开他的石海 肆无忌惮地搜索起来 芷太青的生平式 开始在他的神识毅力下 逐一浮现 突然一股诡异的力量出现 灰蒙蒙的好似一片血海 竟然开始腐蚀他的神识 李云霄脸色微变 急忙将神识退回 那力量却是紧咬不放追逐而去 他冷哼一声 抬起手来一点 一道剑气从指尖射入 芷太青的脑海 飙射出一盆鲜血 随后五指一抓 一点红光积涉而来 落入手中 却是一小块新红色的肉芽 那肉芽仿佛有生命 在掌心不断跳动 李云霄凝视了一阵 突然那肉芽内传出恐怖的气息 砰的一下炸开 爆成了一团血雾 血雾内翻腾着一个影子 正是血池内杨先生的腰态满是煞气地盯着李云霄 李云霄轻一道 你就是苍腰一族 那血雾凝成的影子冷哼了一声 就开始变淡起来 双眸始终盯着李云霄 直至消失不见 将一缕神念凝聚成肉芽 植入紫太青的脑海 这般手段不简单啊 李云霄的眼里闪过担忧 此刻指太青已死 搜索记忆也被那肉芽强行切断 但依然得到了一些模糊的讯息 他身影一闪便离开了千月府 半个时辰后 出现在古武帝国的国都上空 整个国都一望无边 从规模上看 并不弱于红月城 心严成这般巨城 只不过城内多是普通凡人 五者不多 他突然眉头一皱 就在相隔皇宫几条街道的地方 一群人正在拖拽着一名少女 少女哭得梨花待雨 四周之人都是惊恐地望着 无人敢出声 这种强抢女子的事并不罕见 本也无法撼动她的心弦 只是莫名的心中一动 便瞬移而下 出现在那几人的身前 嘿嘿 乖乖 别哭 待豹爷玩过了之后 若是不喜欢的话 我们兄弟就有福了 嘿嘿 为首的那男子 肆无忌惮地大笑 另外庶人 也是笑得银鞋无比 有几个人更是开始毛手毛脚的 吓得少女浑身颤抖 眼泪不停 啪 那个毛手毛脚的舞者 直接被为首之人扇了一个耳光 喝道 老实点 铺爷还没用过呢 你想死啊 那个人才吓得缩回首来 为首之人说道 大家都不要心急 若是铺爷不满 自有咱们兄弟享福的 嘿嘿 一群人凝笑了起来 四周全是畏惧的目光 不仅不敢上前 还在畏缩后退 突然吟笑声止 就像是时间停了一下 所有的声音都没了 就连少女的哭声也止住了 全都正正的望着挡在道前的李云霄 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小子 你找死啊 那为首的男子一下怒气冲冲 两步跨了过来 昂起头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喝道 哪来的杂毛小子 滚蛋 李云霄面色不改 对这种小喽啰 他也生不出什么气 只是淡然的说道 放了他 放了他 笑话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你小子新来的吧 几名男子都是大笑 并且目光冰冷地看着李云霄 就像是看死人一般 老大 别跟他废话了 直接往死里打 这年头 居然还有不长眼的 胆敢管我们的事 另外几个人 都是大声地叫嚣起来 那为首之人露出凝色 望着李云霄道 都听见了吧 我兄弟们都已经发话了 算你兴趣不好呢 还是人太傻 死吧 他猛然大喝一声 一拳就朝着李云霄的头颅轰了过去 啪 李云霄抬起手来 轻轻地抓住对方的拳头 随后便是一阵琵琶的鼓裂声 听得令人毛骨悚然 那一个砂锅大的拳头 直接被抓成了碎肉 哎 哎呀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刺破了天空 那为首男子痛得眼泪都掉了出来 另外几人呆了一下 瞬间就反应过来 怒喝着冲天而起 每人都是手中光芒一闪 就取出玄气砍了过来 这些都是有一定实力的舞者 然而 并没有什么用处 不到李云霄周身三尺 就直接被气势震开 当场死了几个 嗯 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 知道遇上了高手 那为首之人 吓得都忘记疼了 汗入雨下 颤身说道 大 大人 是我们有眼无珠 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过我们这几条狗命吧 另一人也是哆嗦道 你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是豹爷的手下 谁都得给豹爷几分面子 否则 你在帝国是混不下去的 不 不要杀他们 那少女也是惊叫了一声 吓得脸色发白 看着已经死在地上的几个人 吓得都忘记哭了 害怕得瑟瑟发抖 李云霄也是皱起眉来 有些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 即便自己杀了这几个无赖 只要自己一离开 这小姑娘多半更要遭殃 除非将这些无赖的背后势力一起拔掉 但这样太麻烦了 少年 你闯了大祸了 还是赶紧走吧 人群当中传来了好心提醒的声音 这个时候 从后面跑出了一对夫妇 正是少女的父母 直接跪在了李云霄的面前 哭着磕头道 大人 大人 不能杀他们呢 放他们走吧 否则我们全家都死定了 李云霄有些烦躁了 这豹爷是谁 那为首的男子愣了一下 善善地陪笑道 大人 您 您不是开玩笑吧 豹爷你都不认识 李云霄一巴掌拍了过去 直接震碎他满口的牙齿 并且尽数吞入肚中 韩生说道 再说废话就死 那人痛得直冒冷汗 但也老实了 咽下了满口的血 豹爷乃是九皇子百无臣的大管家 他内心万分委屈 怎么也想不到 会有人不把豹爷放在眼里 百无臣 李云霄心中一动 既其只太轻的话 百无臣正是君如云支持的那位王子 顿时心中不喜 冷声说道 带我去见百无臣 啊 那人愣住了 随即张大嘴巴吃惊起来 苦笑道 大人 您 您开玩笑了 以小的身份能见豹爷 就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我哪能见到九皇子啊 李云霄知道他说的是实情 那带我去见你们豹爷 是 是 那人急忙点头 心中更是一喜 低着头满是阴都的神色 心想 豹爷身边高手如云 你这样贸然前去就是找死 到时候这耻辱要千百倍的还回来 他还微微转头 扫过那少女和夫妇一眼 也是眼里满是杀意 都是这小妮子 弄得自己死了这么多兄弟 也一定不能放过 李云霄依然是面无表情 淡然的说道 走吧 一群人立即朝着远处而去 那人在前面带路 李云霄在后头跟着 几个没死的将那些死了的尸体抬着 更多的人群远远的在后面跟着 就连那少女和夫妇都跟在其后不敢逃走 半个时辰后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一座酒楼前 上面高高挂着一个龙飞凤舞的尘子 里面欢歌笑语酒气飘香 众人都在远处停下 不敢再往前跟了 酒楼前的侍卫也全是趾高气扬 老远就大喝的 停下 那带路的男子顿时不敢走了 相隔十余杖喊道 诸位大哥 我是豹爷的手下 有事要见豹爷 见豹爷 那守卫看了一下场面 个个重伤还抬着几个死尸怒道 滚开点 别胡闹 别找死 那人大吉直接当场跪了下来 哭丧道 我真的是豹爷的手下 这小子把我们打成重伤 还望 还望诸位大哥替我们做主 诸位大哥 替我们做主啊 其余几人也是赶紧跪了下来 哭得悲痛欲绝 这几个小子 真的是豹爷的手下 我认得 其中一个护卫 似乎认出了他们 吃惊地说道 什么 还有人 敢打豹爷的人 其余几名护卫震惊不已 不由地打量了李云霄几眼 警惕地说道 小子 到底怎么回事 你闯下了大祸 可知 李云霄道 豹爷在哪里 一名护卫 竖起了大拇指 指了指身后 豹爷 此刻就在楼上 不仅豹爷在 九皇子殿下也在 只不过 你见不着 李云霄点了下头 便朝九楼内走去 突然 几道惨叫声响起 那为非作歹的几人 一下就伸手异处 全部死绝了 底名护卫吃了一惊 却发现李云霄已然不见 九楼之上 一片春光浓浓 五袖穿梭 透着迷迷之意 一名面如关玉的男子 正在悠然饮酒 怀中抱着美人 毫不惬意 各种欢笑声 私下响起 突然 一道立刻 将整个环境刺破 所有声音 全部戛然而止 是谁 面如关玉的男子身前 立即出现两名护卫 一左一右 都是警惕和震惊地 盯着李云霄 他站在所有五级的中间 之前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 完全是突然凭空出现 那些五级也发现了异样 惊慌之下 立即退着两侧 立即剩下李云霄 孤零零的一个人 站在中央 所有的目光 尽数落在他的身上